有家學校每年會頒兩個不同的總學金 給中五的畢業生 而今年中五畢業生有200人 他說明那兩個總學金是不同的 而且是頒給兩個同學的 問有多少個不同的頒獎方法 首先你要清楚 他是講排列還是組合 好這個很明顯是講排列的 為什麼呢 首先是有兩個不同的總學金 可能一份大份一些 一份小份一些 所以我們講抽先抽後是有分別的 即是抽先可能就拿大那份 抽後就拿小那份 或者反過來 總之就是不同 所以抽先抽後的次序是重要的 次序最重要的話 這個就是排列而不是組合 所以用的話我們應該是用P 不是用C 另外就是那兩個同學 即是那兩個得主 要是兩個同學 即是不同人 就算你說今年的同學很厲害 好厲害喔 好不可以兩個獎 全部給他 是不可以的 OK 不論你怎樣厲害都好 最多你拿大份一些那份 那第二份始終都是養了給別人的 那所以呢 就是200個人裏面 抽兩個不同的人出來的排列 所以答案就會是200個人 200個人裏面抽兩個的排列 如果按數機的話 答案應該會是39800 即是三萬多個 這個數個答案就是這樣 這個數個答案就這樣 好